我看了一个法师他在讲 这法师过去造营业 也被关过 在现在已经忏悔了 改过自行 就是一心在修行 这变成一位老法师 修得很清净 他自己发落 他以前造营业 造营业的时候 受三残大戒 早上十点受三残大戒 要受戒了 成为一个正式的出家人 拒戒的出家众 刚上完厕所尿急 尿急就是过不了 他那种尿急还不是觉得 膀胱很紧 他就像被想到来 这称为过去不该造营业 根本就是不让他受戒 你看我们以前也听说过 就在台湾 受戒的时候 戒师就是对着这个戒堂外 一喊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有一个男众的出家当场死掉 脸一黑就心脏麻痹 就死掉了 冤情在主就现前了 怎么能让你受戒 那我举这些是什么呢 可以走出家的道路 成为一个出家人 他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一条道路 诸位如果读过出家功德经 你就会了解 你做哪一个行业 你都没有办法跟出家相提并论 你就算成为一个大的富翁 如果你是一个如法出家的修行人 那富翁你就比不了 富翁充其量 你就是护持供养 那你富翁富到最后 你自然会到高点就会降下来 会当富翁你可能就会贫 贫了以后就觉得苦就往上爬 又想当富翁 就变成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 这叫福福成城 出家到最后成佛做主 就算你今生不了道 也生结佛缘 那时候出家就是很不简单 那鬼神知不知道 他知道 有功德心的 他就护法 有仇怨的 大障碍 你先颠倒 让你这条路走不下去 让你起贪嗔痴慢疑 很痛苦的 我记得以前在 当兵退伍 忘了什么时候 去短期出家 那个心 一心就是想要出家的 那家人不允许了 那时候就是一心要出家的心 就是非常非常的向往 好像我一生中梦想 可以过一种人生 达到一种生活境界 我一直在等那一天 极度的向往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那我在生团里 问那些法友同餐 他们很多都是这样 那有的就是 那时候的主持和尚 他是怎么的呢 他就是独子 那阿嬷还没有舍抱 那就是大孙 独子 狗子又大帮大孙 他整天就跑道场 就一心想出家 但是阿嬷就整天抓他 怕他不小心出家 不行了 就是他阿嬷就逼他结婚了 生了两个小孩 他就出家了 他出家以后如鱼得水 很精进 后来就是修 不知道什么因缘 他正得神通 他正到神通 他就帮很多人 解决他的疾苦 有很多的因果病 怪病什么等等的 那有一天 就是去要问他事情的人 就是要写个单子 要挂号这样 有一天他拿到那个单子 上面写那个名字 某某某 是他阿嬷的名字 问的事情 我的大孙在哪里 他怕 这些都很多波折的 走上这条路不简单 那时候他已经是出家很久了 这是越不简单 越不容易获得 那就越珍惜 所以今天我们计较的不是献什么样的相 过什么样的生活 而是要的一种修行品质 达到解脱的境界 修行品质不好 我们说我们能解脱 能承办自他而立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感谢观看